大家好 我是封信祖 现在我要去摘菜了 先去把这两条黄瓜给摘了 这个黄瓜也挺漂亮的 这里还有一条非常漂亮的 这个留着明天摘 反正这种黄瓜稍微长大一点 它也不会老的 今天有好几条黄瓜可以摘 那边的青瓜也有几条 青瓜的雌花它就比较多 一串上 连续接了三条 而且都长得挺大 这条 至少有40公分长 上面两条 留到明天吧 这边也有一条 中间也有一条 差不多可以摘了 都留到明天吧 反正 现在家里的黄瓜就是没吃完过 堆着吃 明天可以摘 六条左右 我要来拔点芹菜 这个芹菜我就不比叶子吃了 慢慢的把它拔掉 现在的芹菜气温高了 长得不太好 行菜的根系 非常的发达 拿了四五克的样子 摘几个尖椒 今年的尖椒 今年的尖椒种的太少了 两颗感觉每次摘的 确实有点少 应该摘三颗就刚刚好 今天只有四颗 等它这后面的枝叶越早越多 以后就会越摘越多了 今天要去拔两颗窝笋 窝笋已经在抽台了 这颗长得最高的 得把它拔了 我把它拧着拔的 拧着把它的根拧断了 就可以拔掉 拔了四颗 我这窝笋本来是种来喂鱼的 它现在抽台了 也要把它给拔掉 下面老点的叶子 拿去给我的鱼尺 这边嫩的 就拿回家我吃 夏天的窝笋 它没有冬天的长到那么高大 很快就抽台了 主要是 这边是嫩的 我吃吧 这些叶子拿去给鱼吃 这些叶子拿去给鱼吃 细年花又开了 再去捡一些佛手瓜的嫩劲 佛手瓜下面又长了好多分支出来 下面 根部已经长得密密麻麻了 我只留两条组干往上长 然后这后面长出来的这种 这枝 我就给它剪掉了 像这种嫩嫩的尖 把外面的皮给撕掉 炒来吃还挺好吃的 这种胖胖的最好 把上面嫩的就剪来吃 下面老的可以给它剪掉 下面给它剪光 剪光的通透一些 就留了两根比较粗壮的往上长来 爬得这么长 可以摘几个草莓 今天摘了几个小草莓 天气热了 长得平相不怎么好 有的小小的就红了 我还要去摘几个豆角 有几个豆角可以摘了 这底下的几个 接的最早的可以吃了 但是没有几个了 看看这个豆角上面 这个黄板上 蘸了多少蟲子 哎呦呦我的手套 豆角第一次摘 就摘了这几个 大部分的都还比较少 再过几天应该就摘得多了 豆角跟青椒都切成丝 刚好就可以炒一盘了 好了这是今天楼顶菜园的收获 一二三四五六七 又是七个品种 品种还挺多 就是数量比较少 最近我的菜又开始了 吃不完的模式 每天都要采摘 最多就是隔一天要摘一次 所以这些已经吃不完了 好了这期的分享就这样咯 我是凤信者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